如果我們將2019和2020年的第一季 1至3月的青年犯罪數字做一個比較 我們看到10到15歲 即是警務處叫少年罪犯 其實增長的百分率是87.6% 而16到20歲的青年罪犯 更加是增長120.8% 這一個增長我們覺得是為香港社會 打向了一個很重要的警號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跟香港社會去講 犯罪年輕化這個問題 是要全社會去關注的 有些重暴派 一些反對派的政棍會跟年輕人說 留案底會令人生更精彩 暴力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但是聽完這些錯誤的價值觀 這些錯誤的訊息之後 很多年輕人可能就會去犯罪 我們的關注組希望 可以在這個層面上 提供到一些正確的訊息 給到年輕人 作為一位律師 我希望社會要正視關注 甚至譴責法務派 一些人士鼓吹違法達義 用暴力破壞行為 正正是嚴重衝擊香港的法治 社會或部分有法律背景的 法務派人士 應該是要跟青少年多解釋 現時的法律制度 和他們面對的刑罰 特區政府是有責任 加強力度去推動守法的教育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就是說其實在教育方面 特區政府也有責任要處理那些 在教育的層面 在老師的層面 如果他們在課堂上面 或者在教材裡面 去教一些違法達義的信息的時候 導致學生可能是備受五道 我覺得這些老師是專業失德 其實也是需要一個有效的機制去處理 而這些課堂裡面的教材 如果牽涉到這些違法達義的教育 去誤導年輕人 這些教材是不是應該要 全部有一個記名的紀錄 去公開給我們全個社會一起去監察 不要再給這些專業失德的老師 去誤人子弟 去誤人子弟